水是我们的生命 水就是生命 你没有水你不能够生活 但是水对我们被我们大部分的人 所关注的程度很低 因为大家都take for granted 说起进水机 Diamond这个牌子 在大马绝对是你我熟悉的一个品牌 在那个打开自来水 把水煮沸后就饮用的年代 尽管人们知道水很重要 但它却也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 一开始Diamond背负着推广的责任 在进水机还不普及的情况下 教育大众水的重要 这样好的产品应该要每家每户都拥有 所以当时的想法是一个降好的水 水是全家最重要的一个产品 你可以没有电啊 可以没有电视机 但是你不可以没有水的 从推广做起 直到大家能够认同进水机的价值 NEP集团总裁拿督林静口说 人们现在更讲求的是生活的品质 像我们看到手机的改变 以前的手机像Nokia 你只是要基本的功能就OK了 没有人去关心它美丽还是不美丽 漂亮还是不漂亮 有没有品味啊 没有人去关心 但自从苹果、Apple、iPhone出现过后 然后它完全改变了这个 人们对这个使用手机的这种需求跟习惯 经营了快20年 Demon的产品肯定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位 但是在4年前 却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 这令身为集团总裁的林静活 开始思考要如何走出这个瓶颈 林静活说 这个改变不能只停留在设计上 而是必须从精神层面上出发 要在走20年 你不能只是产品的设计稍微改一改 那就OK了 你必须要为这个品牌未来20年 怎么样跟顾客交往 他未来在顾客的生活 生活里面、生命里面 我们要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要很深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想象Demon是一个人 我们是顾客一个怎么样的朋友 吃喝玩乐的朋友 猪朋狗友 还是一个他可以相信的朋友 还是可以让他生活 带来美丽 有深层意义的朋友 于是Demon Refine精致生活的概念 就这样诞生了 Demon希望带给人们的 不只是卓越的进水功能 更是生活的品质 以前的时代是要有钱人才可以享受的 像我的父母亲 在我小的时候 不要去动人家的车 这是很贵的 你赔不起的 那我印象也是很深刻 比如说我在21、22岁的时候 我到清合广场 经过这个大人餐厅 我不敢进去 因为我觉得那个餐厅不属于我的 那不是属于我吃饭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 的想法就是 美丽的生活 这个应该是属于 每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权利 它不应该是属于有钱人的 从健康好水的专家 要喝就喝最好的 再到Demon Refine Demon相信 他们不再只是停留在水的专家 而是要让大众知道 享有精致生活 不一定是奢华的 一个美丽有品味的生活 是你我的权利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